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盛最辉煌的时刻 十天之后的1805年12月12日 一个姑姑坠地的小男孩 将在20年后完成他自己的背叛 在德瑞边境的一个小镇 沙夫豪森的一个治表家庭中 小亨利过完了自己的18岁生日 而之后小亨利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走出国门 追寻自己全新的人生 小亨利的心里是有反骨在的 他2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向东走 于是小亨利来到了当时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 开设了一家都受瑞士主传手艺的钟表工坊 但是整个社会并不会因为你的创业 而停下它动荡的脚步 不断爆发的恶土战争四处可见的暴乱 无处不在的剥削 小亨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吃饭的家伙事 很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成为杀俄挣钱杀俄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所以为了落袋为安以及规避风险 1829年小亨利就回到了瑞士的利洛克 然后只让俄罗斯的部分充当售卖的前端 那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亨利要回到瑞士的利洛克建立表场 而不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沙夫豪森呢 因为从历史的记载来看 当时的利洛克钟表熟练工人是比沙夫豪森要多的 配到的设施都会更好一些 以现在的角度回看 直到亨利牧师来了之后 利洛克的这片沃土才结出累累硕果 1829年亨利牧师扎根 然后1846年利洛克诞生了雅典 1853年诞生了天梭 1864年诞生了真理石 1894年诞生了宇宙 而20世纪之后就更不用提了 很多的万宝品牌都来到利洛克建立表场 包括万宝龙以及劳力士等等 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瑞士老乡们的鼎力支持 亨利牧师的钟表作品 在性能以及工艺方面都极其具有竞争力 所以亨利牧师当时的表 也是获得了俄罗斯当地平民 军队 富商 甚至于皇室的喜爱 那在俄罗斯境内打出名声之后 我们小亨利他会就此收手吗 那怎么可以能呢 不了可了能啊 所以一个能够做大做强的企业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初心 就像上一期提到的汉米尔顿 他在建立之后就从来没有停下 向西走的脚步 而贯穿亨利牧师早期的关键词是 向东 不顾一切的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进 波斯 土耳其 西伯利亚 蒙古 再到中国 以及日本 亨利牧师的钟表作品逐渐卖到了亚洲的各个国家 当亨利先生决定涉足更加东边的土地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自古以来被无数种民族 语言 演绎的道路 丝绸之路 这几乎是千百年来欧洲通往东方的唯一一条陆地商业路线 但是这条路线最终的目的地 现在盘踞着什么 告诉我 大清 那这会儿大清的主旋律呢 是四个刻入我们骨髓的字 闭关锁国 对了 在骨骼十几年 可能这四个字就要变成鸦片战争了 那既然大清是这样的状态 周边的一圈小国自然也没有开放的胸襟 所以往东走了一路 亨利牧师的钟表遇到的各种情况就是 高额的关税 口岸的刁难 甚至于是没收或者销毁 那这里就有朋友要问了 当时的路上丝绸之路虽然是名存实亡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依旧是可以通行的 没错 亨利牧师当时也想到了这条路 但是虽然现在我们看来 183几年那会儿也是相当的早 它也算是早起的鸟了 甚至那会儿百达斐力都还没有成立 可是它还是晚了一步 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中国的广州 已经盘踞了当地的地头蛇 那就是波威 波威早在1822年 就已经在广州进行高品质钟表的售卖 然后1830年代那会儿 基本中国南方钟表市场 都快被波威给包园了 而往北走呢 盘踞在北方的品牌更是有那么一点实力的 僵尸单顿 惹不起惹不起 在这期间就有一个大家很意料之外 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亨利先生在广州开卖的时候 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咱的表在中国也没卖多少 怎么市场上到处都是呢 然后收回来再一看 好家伙 理魁理鬼傻傻分不清楚了 可以说是 没错 那会儿中国就已经有那么一批钟表的手工艺人了 因为你想一下波威 在刚到广州的时候 四块怀表就卖了一万锐朗 这是多离谱的一个利润空间 所以当时的广州钟表市场 也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雏形 就是让出市场 吸引海外品牌之后 十一长计这件事就交给广州的老师傅吧 那面对假货泛滥 亨利牧师得有对策呀 亨利先生也是绞尽脑汁 哎呦憋了半天 没啥办法 只能通过最简单的就是刻字来区分一下吧 能防一点湿一点 所以现在要提到的就是屏幕前的观众 如果你想购买那个年代 亨利牧师怀表的时候 那你可得睁大眼睛看一下了 如果打开盖 你在上面看到手写体 写了亨利牧师的名字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杯的信号 然后各特体的呢 就是品牌中比较歧见的产品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加大杯 那如果你打开表壳上面什么也没刻的话 你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并不是说当时所有没刻字的都是仿造品 而是这个中杯的表款啊 中杯技术难度比较低 利润不是很高 所以亨利牧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虽然当时在中国的售卖是有一点点碰壁 但其实整体来说 亨利牧师在远东依旧是卖出了不少的作品的 所以在1848年刚过了自己不惑之年的 亨利先生在新闻中得知了 瑞士在经历了占领殖民分裂之后 终于建立了稳定的瑞士联邦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瑞士 漂泊了半生之后 亨利先生也是归心四肩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沙夫豪森 但是在回到了家乡之后 整个镇子上的境况 都让亨利先生心痛不已 经历了动荡的时代之后 民众也是失业的失业 工厂停工的停工 而面对不时爆发的诸如霍乱之类的流感 也是在不断地夺走乡亲父老的生命 所以这时的亨利先生下定了决心 乡村振兴计划启动 这会儿你会想 亨利先生是不是要开始 像我们理解中的慈善家一样了 开始大撒币 其实并没有 欧洲人振兴乡村和我们理解中的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首先在1850年 亨利先生经过了一番考察之后 下定决心 首先建立一座豪华的庄园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富贵不还乡 如同锦衣夜心 咱得先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 这里有一位大财主 彰显了自己的实力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亨利先生开始着手推进 沙夫豪森整片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首先是老本行 表壳组装厂和手工坊先开起来 吸引一部分的该溜子就业 其次是交通 亨利先生投入重金建设了一条 从沙夫豪森通往温特图尔的铁路 莱因福尔铁路 这条铁路是当时国内的第二条铁路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它最著名的成就是修建了瑞士 第一座采用水利驱动涡轮机发电的大坝 莫泽水坝 而在建成之后将近一百年里 这个水坝都是瑞士国内最大的水坝 可以说是改变了沙夫豪森整座城市的命运 越来越多的工厂拔地而起 越来越多的商品卖到世界各地 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资金 以及越来越繁荣的城市 而欣欣向荣的期间 这座城市也吸引到了一位美国人的注意 他是一位来自于波士顿的工程师 琼斯 在与亨利先生进行了会面以及洽谈之后 琼斯看着滚滚的莱茵河水 以及那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动力 一座辉红的现代表厂 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而随着项目的落地 这家在莱茵河畔助力的工厂 就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IWC 所以现在万国表血液里面流淌的除了琼斯先生 工程师的血统之外 还有莫泽水坝赠予的激情 以及澎湃 在工程名就了之后 1874年 操劳一生的亨利先生就在他69岁的时候 离开了人世 亨利先生一生参与制作的钟表超过50万枚 而对于家乡沙富豪森的贡献更是无可估量 在他的名字萦绕在水坝上空的百年间 诸多著名的品牌纷纷地成立 包括IWC 瑞士旅业 瑞士SIG公司 沙富豪森棉纺 AMSLAC 机械纺纱 等等等等的企业都在这片沃土上 继续着亨利先生的视野 再回到我们的主时间线 在创始人离世了之后 公司的继承就成为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亨利先生唯一的儿子 他对钟表业务完全没有兴趣 而且因为两父子关系闹得比较僵 1870年两人断绝了关系 公司的重担就来到了老亨利妻子的肩上 而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就是 亨利先生留下如此巨大的一个商业帝国 对于一位不太擅长商业的女性来说 实在是有点超出能力范围 所以没坚持多久 他就把公司交给了更加有经验的管理者 那在之后的时间里面 亨利牧师就继续在全世界 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公司业绩顶峰时期 还成为了俄罗斯宫廷的御用钟表 特别是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以及亚利山德拉皇后的青睐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成为皇祖表的第二年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而对于当时在沙俄的亨利牧师来说 这场世界大战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1917年 亨利牧师在俄罗斯的大本营 也就是圣彼得堡 受到了当时从涅瓦河上射来的一发炮弹 而随之而来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背过的十月革命 随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成立 共产主义的红色布满了这个世界上 最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而与此同时 诸多与资产阶级相关的事物都被收归国有 所以自然而然的 亨利牧师在俄罗斯这边土地上 苦心耕耘了90年之后的所有成果 都成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大厦的一专一瓦 虽然一夜之间 亨利牧师品牌在俄罗斯被彻底销户 但是大部分俄罗斯人心里 依旧是会对亨利牧师抱有印象 高层人员在获得表彰的时候 除了得到让人心动的勋章之外 偶尔还会获得一枚印着亨利牧师的怀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品牌血脉深处 与俄罗斯的关系就被拦摇截断了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以及结束 人们的目光也从怀表逐渐移到了万表上 但是这会儿的亨利牧师 就已经不如曾经的那一般勇创以及开拓了 更多的是成为一夜偏周 随着市场的波澜跌宕起伏 而到了60年代末 我们的时间又来到了大家熟悉的 石英危机 伴随着一众如同潮水般倒下的企业一样 亨利牧师也走到了最危险的悬崖边 而在这样四面楚歌的情况下 亨利牧师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寻求收购了 而放眼整个利洛克小镇 哀鸿遍野之中只有那么一个风卷残云的庞然巨物 那就是Paul Buket 这家企业可以说就是为了打扫石英危机的战场而生的 很多公司倒下了之后都被他一口吞下 包括在他成立了仅仅一年之后的1970年 他就收购了专精超薄以及复杂功能的机芯厂 Robot Card 然后在1974年收购了我们的亨利牧师 1978年他整个吞下了著名的Movato Zenith Mondia 没有错 当时的真立石和魔凡陀还是一家人呢 还收购了 估计现在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是在50年代 曾经与宝婆以及老力士在潜水万表领域 斗的有来有回的品牌Zondiak 随着时间来到1988年 当石英危机基本尘埃落定的时候 主人家觉得这些历史包袱是时候清扫清扫了 于是在这一年的10月29号 亨利牧师被正式解散 并入了真立石品牌 面对于这样的窘境 亨利牧师家族的后人也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无能为力 这其中就包括了亨利牧师的曾曾孙罗杰 尼古拉斯巴尔西哥 我们简称他为罗杰吧 在亲眼目睹了自己家族品牌就此成绩之后 稀有不甘的罗杰也是拿起了纸和笔 开始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 算是给这一百多年的岁月留下一个牧之名